陳怡傑大姐 就是上次不是因为案件被判刑定验 快第二个月 就突然就是家属就得到通知要 就是紧急送医 我们去探视 就是每个礼拜去探视 我去过两三次吧 然后去探视的时候 虽然每一次探视 陈姐都没有讲过半句话 甚至连电话筒都不 连电话都不拿起来 就是电头或干嘛 顶多是这样而已 因为她那时候有严重的胃食道逆流 就是每一次都是在 就是那个15分钟的过程 就是不停的呕吐 就是我看到她口罩 就是呕吐呕到吐就满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这次陈姐的病情会急转直下 我觉得就是浮育以后 有没有被好好照顾是没有关系的 是我就跟陈姐的姐姐说 其实长期以来经济状况不好 又又又不出门 然后闷在家里 长期下来 等于健康状况都没有人在照顾 然后现在 诶 去浮育 我觉得就是至少这个官司 去面对了 我觉得人生之后 就是稍微轻松一点 然后进了监狱里面 每个人都会很担心她健康不好 所以每个人都会很认真 很细心地照顾她 你在那天 她就是 就是到 现在转到龙肿 然后 就是她 她现在就是还是有插鼻味管 然后就是 我觉得她 看到她一个人很安稳地在那个病房里面 我觉得她那个点头 没有讲话 那个眼神 仿佛就在说 我会努力的 爱上一个人 却要一直等 等到路灯 一路行到清晨 爱上一个人 却要一直恨 恨我一生 总是成全别人 每回原谅都说 我会务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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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乎我这件事 就是到几乎 我会务力的 佛就在你 和你 都一起 你有没有重要 万象 都是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